哈喽,我的大家好,我是宋伟 今天来分享一下卡兹兰的新品 有色精华唇霜 平时如果不喜欢口红光泽感太强 但是又会担心雾面口红会比较白干 显纯纯的姐妹 可以试下这个系列 它是一个水涨微雾面的质地 真的挺特别的 我觉得用下来 使用感真的是完全可以当作一个 无负单的护唇精华来用 刚吐开是水光感的 很像是在用那种护肤精华油的感觉 是有一点点淡淡的杏仁味 不粘腻,真的不粘嘴 轻薄服贴眼感性也不错 而且那个双唇的滋润感 真的可以维持很久的 G64号每支薄涂 然后给它敏均 之后那个妆效都是有点微雾面感的 和自己本身原生唇的 那个皮肤的光泽质感很像 多次叠加厚涂之后 那支干离是不错的 光泽感也会更明显一些 就可以搭配不同的妆面 我今天这个嘴白是202 叠加了1.201 就离到这个社交距离看的话 还是比较偏雾面感的对吧 来接下来来看湿色 C201榴莲红鹰 第一支就是很明媚的水红色调 它不偏紫色 薄涂真的是巨好气色 属于历老远 看见也会觉得 那个小嘴巴红润润的那种感觉 后涂是元气满满的苹果红 各种浮调都合适 C202杏茶浮想 它薄涂是肉糊糊的 很接近于素唇色 后涂的话 会多了一些棕掉 更气质款 非常非常适合素颜用 这支也是我这次新品里 最最最喜欢的一支 最近也是带在身边日常会用的 暖皮永很好看 C203微醺红酒 它是稍有复古感的暗调酒红色 不过不用担心它会老气沉闷 搭配唇霜的质地 它的妆感是轻盈俏皮的 还挺显白的 C204日落风堂 它是橘冬色调的 有点像红茶凍色 是有一点微微透感的红调 同样的它不会很沉闷 我觉得还蛮适合暖皮的显白气质色 C205桑红弥漫 它是浅果色调的 保俗真的很有女团咬唇光的感觉 后涂是紫调很明显的树莓果汁色 冷掉皮肤应该是很适合的气场色 C206慵懒眉痘 我涂这支的时候 脑子里就浮现出痘扣年华这个词 真的是非常甜美的调色 粉粉举举的春夏果汁感 我觉得它和202一样都很适合 淡妆素颜或日常妆来用 我前面试色叠加的是比较厚的 在特写镜头里面 看你水光感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就是大家看日常的妆感 和可以参照我现在这个社交距离 就我嘴巴上现在这个微光色的感觉 这次的新品我试用也是有一段时间 所以使用感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用的比较顺手的是202这支 像我日常用的话其实是比较随意的 就薄涂抿一抿 可能都不照镜子 它是会随着戴妆时间增加 慢慢和唇部融合 我觉得它的持有度滋润度 是和之前的那个唇部精华很像 后续如果你觉得嘴巴颜色淡了 再补妆再叠加的话 它是不会搓泥也不会厚重斑驳的 很好卸妆不染唇的 而且洗完妆之后 那个嘴巴看起来也还是会嫩嫩的 有时突然在做点别的事 就已经忘了自己涂了口红这件事 然后不经意再抿一下嘴的话 还是能感觉到那个持续的滋润度还在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适合 干纯姐妹来试一下这种新的质地 好了这期说的比较多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我是小妹我们先见 拜拜